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代表石定表示 汉城桥中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精神 希望学生返台深造 在家乡就业扎根 我首先要谢谢汉城华侨小学 跟汉城华侨中学的精彩的节目 我想这个代表 和各位蓬勃的朝气 让韩国的贵宾 能够体认到我们年轻一代 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们的教育蒸蒸日上 驻新加坡代表处举办的国庆酒会 有700多人参加 驻新加坡副代表黄建良传调 政府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希望和新加坡共同开拓 东协以及南亚市场 新加坡为全球的事与柳西兰 第二个以我们合签 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的先进国家 在我们新南向政策的推动之下 中华民国与吉加坡深具合作的情谊 我们希望能够与吉加坡 建立策略面部的关系 共同开放东协和南亚市场 黄建良表示 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提出踏使外交 以互惠互助的方式结交国际友人 上任后出访巴拿马及巴拉圭 副总统陈建仁也访问多米尼加及教廷 都获得外交上的丰硕成果